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Mailball 我是林欣坤 馬上要來關心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是房貸以及買房 多數人在買房時都由一包房屋貸款來支付 而近期有數據指出 這年齡層的房屋貸款利率最高 層數也最優秀 根據聯偵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 2022年第三季的房貸流量分析 房貸核貸乘數最高的年齡層落在25歲至30歲 高達79.9% 20歲至25歲的貸款乘數為79.5% 30歲至35歲則有79.8% 35歲至40歲則為79.7% 而40歲至45歲也有79.3%的高貸款乘數 超過了45歲後 核貸乘數就隨著年齡提高而下滑 不過有趣的是 75歲至80歲的年齡區間 貸款乘數又提高至74.5% 同樣的貸款利率作為優秀的 也是落在25歲至30歲之間 平均貸款利率只要1.79% 30歲至35歲同樣也是1.79% 接著依序為35歲至40歲的1.82% 20歲至25歲的1.83% 40歲至45歲的1.85% 看完房貸乘數的年齡分布 我們來再來看看 究竟是哪些城市的房貸利率是最好的呢 一起來看看吧 房貸核貸乘數最高的縣市為高雄市 乘數為79.81% 第二名則是新竹縣 乘數為79.80% 第三名是由位在東台灣的花蓮縣拿下 核貸乘數高達79.72% 而從利率來看 平均房貸利率最低的縣市是金門縣 利率只需要1.70% 其次為澎湖縣的1.76% 彰化縣的1.77% 雲林縣的1.78% 和宜蘭縣的1.80% 六度之中表現最好的則是第六名的台北市 平均利率為1.81% 接著我們來看到今天的精選新聞 IKEA 日前公布了2022年度最熱銷的10大收納好物 不過有民眾卻對此不以為然 讓我們來一起了解吧 家庭主婦伊莉表示 像是被認為可以隨處移動 提供額外儲物空間的推車 若沒有經常使用 其實超容易累積灰塵 同理 王蘭收納組合也會是積灰塵神器 尤其忙碌的職業婦女沒時間打掃 買這類收納未必合適 至於年度最熱銷的10大收納好物 當中的覆蓋保鮮盒 蓋子為天然竹子材質 伊莉表示 竹子遇到水或潮濕很容易發霉 這類保鮮盒像是注重美感 實際使用後很容易後悔喔 再來看到 買房為人生大事 看房更是門大學問 有設計師以專業角度 向民眾分享了注意細節 想看室內裝修總監 如鼠原指出第一點 可以從生活及技能考量 可選擇進工作區域 或自己習慣的生活圈 像是附近有大賣場或商圈 方便消費 離捷運站約10分鐘 考量新重畫區 較安靜的巷弄 離父母家近一些 避免買宅高價旁 或加油站等鹹屋設施 也盡量不要找樓下有餐廳的房 以及需留意是否為兇宅 並打探鄰居的素質 接著再從進屋考量 要考慮方位 風水 進屋也要注意量的走法 總進房內動線應保持順暢 與靈動距離能拉越遠越好 這樣一來窗戶視野景光較佳 也能避免陰暗潮濕 盡量每個空間都能漸漸有採光 客廳應避免暗聽 格局最好能有前後陽台喔 所以我們來關注到 過去一兩年除了房價快速上漲外 連裝潢費用也因為物料 和能力成本上漲 而快速飆升 究竟有什麼方法能剩下一些裝潢費用呢 室內軟裝師Carol曾在小宇宙大爆發節目上 偷漏三招能夠節省預算 分別是 1. 先考量是否有泥座木桌工程 因為這些都是單價最高的項目 2. 清單三句法 列出自己想要的裝潢清單 從中捨去非必要的部分 或退而求其次 3. 門窗尤其都比你想像的貴 可選用替換材質或改設去轉換風格 最後來看到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 有網友提問到有關銀行放貸標準的問題 一名網友提問 銀行放貸標準的15坪以上 是權狀登記總坪為主 還是主建物單向要超過15坪呢 提問曝光後有人回應各銀行標準不一 有些銀行是總坪數含附屬建物 公設不含車位15坪以上不任列套房 也有銀行是室內面積不含附屬 公設12坪以上不任列套房 以上就是今天報報所有影片內容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別忘了按讚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之後再見囉 掰掰 'll be解決了 連携房間 你 有 點